你知道真的就是邀请这两位来直播间 感觉我今天应该会很轻松 他们 hold住全场 对吧 就我不用多说什么 我在旁边帮他们说一说 产品的价格 然后我们怎么买更划算啊 之类的 因为两位真的 就是一位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变手老师 另外一首是 就是深受大家喜欢的变手 对吧 而且每一年都会出色发挥 就是就是发挥很出色的一个变手 我感觉我这样说会打结吧 怎么办 可以的 我可以的 我相信我可以的 好吗 谢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多多关注 然后多多的转发哦 那接下来 我们将邀请到 以及要上场的 就是 我觉得佳琪终于把她邀请来了 我先用几个词来形容她 就是很爱穿花西装的男神 然后 就是很可爱的马东东 以及我们的米味 MM马 来我们欢迎马老师来咯 老师 哈喽哈喽哈喽 对 哇 妈呀 这怎么回事 好紧张 你紧张啥呢 你紧张 你不要紧张 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直播间 佳琪直播间的各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哎呀 真的是马老师来了呀 哦 所以刚刚 马老师 我刚刚跟你说的那几个title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嗯 我听那个 我在旁边听 我觉得穿花西装这个点 我挺好的 男神不敢当 所以叫花西装 花西装男子 哈哈哈哈 花西装男子 所以你比较喜欢 称自己男子 对对 呃 男 人 男人 男生 男生有点过分 所以你会喜欢花西装 这个 对 因为我只有在奇葩说里面 穿的跟降落赛 然后 所以平时穿衣风格 还是比较正常 这都算夸张的了 我平常就是 基本都是黑的 基本就是穿黑色为主 然后在奇葩说就很奇怪 那个服装师 跟我有仇一样 就是非得把我弄成一个 我觉得不仅是你的服装师 跟你有仇 因为在邀请你来的时候 我就会做了很多功课 然后我就专门去你的公众号 然后关注你的公众号 结果一点进去 我觉得你同事都跟你有仇 就跟我的同事 都跟我有仇一样 我觉得我们两个 是一个很卑微的存在 哦 你知道当老板 就要当到像孙子一样 哈哈哈哈 当老板就要当到像孙子一样 最高境界 你知道我一点到 那个马老师的公众号里面 然后他的公众号 就弹出这样的一个画面 让我们截除下来 整个为什么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有事吗 这个字是他们 这个字应该是他们献标的 我的这个表情 一般就是回头这么这种 这种特别带一点喜性的 惊诧的这种表情 都是因为 有客户出现了 有客户出现 才会有这样的表情 只有有钱 才会有这么可爱的表情 只要有钱 才会有这样的表情 所以一般你跟你的 那个就是同事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你会凶吗 还是说会比较的 就是像我一样 卑微小礼的人 我很怂的 真的 我在 对我在 我在我们公司 在办公室里面 是一个 一个不存在的 一个 一个状态 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过来 比如说开会 然后就是说 我提一个建议 我说各位导演 看能不能这样 他说 闭嘴 这样的 真的 然后就嘎嘎嘎嘎嘎嘎 然后没人听你的建议 不是 会听 会听 但是他们一定要摆出一副 我们不听 然后我一出去 他们就按我说的来 哇塞 我完全想不到 马老师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跟我一样的 你在这 你周围这些人 你听他们的吗 我 听 你们谁听 我不听 他们会把我的网线拔掉 对 我不想他们直接把直播 就直接切掉了 你知道这就是直播跟录播的区别 我们录播是后期在他们手里面 所以我要是不听他们的 你能想象 所以就是你之前是大爷 这录之前和录中间是大爷的角色和状态 对 然后到后面就整个很卑微 你知道他们刚才跟我说 说你们直播这个是可以美颜的 那我就 我就 我就 我就特别关注的看 因为 我怀疑我的节目的后期 被他们反着做了一次 我生活当中没那么胖 是不是 我觉得就马老师 今天我第一次见马老师 我觉得生活当中真的很苗条 就是正常人吧 就 就 只能用出众来形容 其他的也不算什么很厉害 只能用出众来形容 好了 那妹妹跟大家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有没有最近关注奇葩说期 有没有 有没有 应该有 对不对 肯定有了 热搜都无数个 而且每一次播的时候 大家都很喜欢 他们都说这个梗太好了 所以这今年是没有弹总 是这样 李弹这个前面涨价 涨价了 我跟你说 你们公司的艺人都是这样的 就金晶也是这样 就涨价现在涨得可狠了 金晶吗 对啊 他来你这不涨价啊 他 他该涨还是涨 但是他多来几次 可以吧 所以好 我们说弹总 涨价最近 对 涨价导致我们一直在跟他进行谈判 然后至于他在七八十后面到底会不会出现呢 你猜 要不先把弹总放我这来多几次 再回去 你们不行 你这地方谐音梗太多 李弹呢 就是他精神洁癖 他不爱说谐音梗 但是你知道吗 他自己长的就是个谐音梗 他有什么可不爱说谐音梗 你看他长得跟那个样 你还有脸不让人家说谐音梗 你真的是 所以就是这一次弹总不来了 所以这一季的奇葩说 整个谐音梗就肆无忌惮 我们 我们其实就是为了 让他添堵 我们才弄了那么多谐音梗 就是让他不要来 他看到已经是这样 他就说我不来了我不来了 想让他进门就跪一下那种感觉 好就是 其实我也是一个很喜欢玩谐音梗的人 因为我们直播间也出过很多样谐音梗的组合 比如说惊奇队长 比如说小猪佩奇 所以你这次来的话 你有没有觉得给我们两个人的组合起一个谐音梗的名字 我听说那个小猪佩奇特别火吗 惊奇队长也很火 是吧 我就在想 比如像咱俩 弄一个什么老马不让骑啊 或者是 但是这不太好啊 不太好不太好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应该弄一个就特别通俗的 大家嘴边就能说的 你觉得 骑了个马组合怎么样 可以的 我觉得这两个差不太多 特别 特别恢弘的一个名字 骑了个马 你觉得怎么样 骑了个马 骑了个马 念两遍是吧 觉得马好提的 特别就是今天 他们骑马组合 欢迎大家来到了个骑了个马 骑了个马 一定要对 一定要是这样子的状态 骑了个马 对 好那我们就这样吧 就今天邀请你来了 然后我也就特别想要去 这不是字幕 我声音大一点 骑了个马 这不是字幕 这是他们的弹幕 他们实时刷的弹幕 这边的话是时间没有延时 这边的话会有延时一分钟 所以我们看这边互动 这是实时的 实时的弹幕 这边可能会有一分钟的延时 你们听到说什么了吗 骑了个马 骑了个马 好不好 骑了个马 就是也很想去奇葩说玩一玩 但是可能 我们约了你好久了 但据说你不肯放掉每天晚上的直播 因为太挣钱了 也没有了 毕竟请金镜啊 请如金啊 也是要花钱的 不挣钱 哪来的钱请他们来呢 你像如今来奇葩说 我们当然就不用给钱了 就给吃了就好了 对 金镜来奇葩说 还得给我们钱 他不然凭什么让他来 好 那就是满足一下我的愿望好不好 那是我 我每次看奇葩说 就是你们那个开场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嗨 虽然只是很平静的介绍 但是觉得特别好玩 那我们就用骑了个马 骑了个马 当我们的组合 好 那我来开始了 好 大家好 我是李佳琪 咱们先说啊 这不是这么直接就来的 大家好 我是李佳琪 大家好 我是谁谁 然后是我们是 好好好 预备 起 大家好 我是李佳琪 大家好 我是M. 我们是骑的马 我们是骑的马 好像 好像 你知道 有一点点 有点奇怪 有点奇怪 对对对 有点奇怪 有点奇怪 奇怪 好啦 你知道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给我们写了一个组合名字 那个组合名字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叫什么 西东墙 西德隆东墙 这个人是个取艺师家吗 这是个艺术家给我们取的一个组合名字 就是马上要过年了嘛 就是会有那种就 我知道 七东墙 七德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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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觉得这个名字可以吗 可以可以 但是有点太绕 我们还是骑了个马吧 骑了个马吧 对对 骑了个马 好啦 好啦 我满足了 骑了个马组合 对 好啦 那今天除了有 M. 马东老师来我们的直播间之外 我们还带来了 事隔三日不见 怎么你们三天以前再见 就是这位嘉宾是我们直播间返场最快的一位嘉宾 我们只能说他真的是该涨价了 要不然出现的很频繁 是啦 我们欢迎我们的如今宝贝 欢迎欢迎欢迎 那如今做如今 对对对 好 这个 我们会把镜头往后说 对对对 就是感觉现在 这就是竖屏的问题 对对对 这就是竖屏的问题 竖屏的问题 我觉得以后直播还是要把它 就是变横屏直播 这个我明显 瘦了好多 哈哈 没有啦 在我的传托之下吗 如今你往前一点来看 来 哈哈哈 别人好不容易要涨价 你还让他往前一点 你看如今的头只有这么小 你看 对 其实如今本人看也真的 只有头小 哈哈哈 那如今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如今 所以我们是 就是你作为李佳琪直播间返场最快嘉宾 你有什么感受 多亏 马老师带的好 哈哈哈 所以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是买一送一对不对 我们今天是五折 打包的 不是我跟你讲啊 买一送一没关系 但是哪个贵卖哪个 你知道吧 就是 哪个贵卖我送你 对 比较划算 要卖 对对 前几天也是卖精进送的我 哈哈 啊 你要说这么多大实话 对 没有 我们是专门请如今宝贝来 因为今天我们对吧 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而且我们今天请到两位来 也帮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我们马上年货就可以吃到和买到的一些好东西 我好期待 是的 今天 咱们那个组合加俩事儿行不行 你说 叫 骑了个宝贝马 哈哈哈 我们的组合叫做 骑了个宝贝马 怎么样 哈哈哈 对 所以如今今天准备吃多少东西 有多少我就能吃多少 有多少吃多少 然后我觉得今天如今来特别好 因为专业的吃播了 对对 对吧 就真的是专业吃播老师 不是说吃播了 是 所以我今天看你怎么样跟他们就推荐吃的东西 可以 所以上次参加 你会啊 啊 你会 推荐吃 吃播就是只要吃的香就好了 OK 那我也行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那我再采访一个问题 就上次你觉得所有女生的礼物那个 节目就怎么样 非常好啊 说实话 非常好 哪个节目 就是我的粉丝节 三天前的那个节目 非常好 哈哈哈 肯定是非常好呀 对 就是有温馨 没有我想要两位老师提点建议 哦 呃 应该多播几次 哈哈哈 要多请几次 我建议你每礼拜过一次节 哈哈哈 每礼拜过一次节 然后把所有赚的钱都给米威 对对对 那不用那不用那不用 好了好了 欢迎欢迎欢迎两位来我们的直播间 那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互动了 好 我们今天就一边玩游戏 跟我们的粉丝也一样 一边玩游戏 一边送福利 然后一边给大家带货 好不好 那我们第一个游戏 正话反说 马老师会不会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等下他们给出一句词 或者一个东西的名称 你要把它倒着说 最后面就是 从后面往前说 如今宝贝 被宝金如 对对对对对 如果输了我们就发红包 万元红包 好的齐家里 哈哈哈哈哈哈 对 哦 先土味情话 好像那时候说了都说土味情话 先什么土味情话 对 你会吗 我会 我会 你确定 没问题 那我要加油 没问题 好了 那我们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一个词 然后这是我的 对 然后引入镜的词 那从马老师先开始吧 我们就这样给他们看 嗯 好 从马老师先开始 紙铺品量 很快 绘画茶 煎波纸 哈哈哈哈 这就是中文化吗 我的叫 干果芒的吃好 人桃和小三爷 完蛋 哈哈哈哈 强东旗 强东龙 得龙旗 厉害 厉害厉害厉害 干果芒子不品量 我的 武力的 身女 有所 武力女生 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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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像说韩国 感觉像说韩国话 所以怎么办 就是不分伯仲 就是我说不 我们要马东老师说 我说 我说多不好玩啊 我来吃土味情话 我来我来我来 这么想说 马东老师有多久没有说土味情话了 我就没说过 哈哈哈哈 那我们来 让马东老师说一句土味情话 好不好 想不想听 冲谁说呀 冲所有女生说 所以我们有没有土味情话范本 我们有土味情话范本吗 好 来 这个 这一句话 你可不可以 你那个开始 你 什么 你上辈子 哦 这个 OK 我会 我来代替所有女生回答 好不好 来 预备 申请哦 你上辈子是碳酸饮料吧 为什么 因为我见到你就开心的冲泡 哇 你知道一般其他的男嘉宾来我们直播间输土味情话的时候 他们都会就呦这样发抖 然后现在我们同事就很不示礼貌又很尴尬的笑了一句 我能把下面那句也说了吗 你说 你就像良品铺子的芒果干儿炸干了也还是那么甜 你觉得你觉得怎么样 如今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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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觉得所有零食太适合说土味情话了 真的 就是你拿一包零食你就照着他上面冲着对方说 就行了 啊 我又学到了 哇 马老师给了我一个就是播零食的新技巧 对对 就把零食当作土味情话来说 所有零食 因为零食是个很可爱的 所有零食你都可以照着他身上来 你知道吗 嗯 我觉得说得特别好 要不要看着我 哈哈哈哈 说得很好 对 好吧 这个弹幕哈 你们还是收这一点 有点 有点 马东老师来了 你们不要弹幕那么的开心 好不好 我才和财康有越来越像 你才跟财康有越来越像 哈哈哈哈 你怎么跟我一样 他们说 哈哈哈 他们说我就会怼回去 我说你全家才这样的 对 好了好了好了 来我们开始上门的第一个产品 芒果干 因为真的我很期待马东老师怎么带获芒果干 所以马东老师有带获直播过吗 我 我没有 哈哈 真的 所以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带获直播 就给了加持直播间 跟两品兔子 对 但是你 你的直播我看过 我这个 所以我今天很紧张 你知道吗 不不不 不用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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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 所以吃播第一步要干嘛 吃啊 哈哈哈 所以如今我们选一个 嗯 我跟你讲 就这个芒果干 它叫芒果干 但是它并不完全干 它吃起来是国普的 就是它软软 然后它里面是有水分的 但是看起来是芒果干 关键是 它没有 它没有纤维 就它没有筋 吃完了不会塞牙 哦 咬一口 绝对断 你看到吗 它不会有那种什么 滋出来的 什么 咬一口绝对断 是 刚刚咬一口很用力 这种话好害怕翻车 这个呢叫拔丝芒果 干什么呢 太可爱 我跟你讲 真的太可爱 是不是良品铺 所以如今 你觉得这个芒果干怎么样 就是 你吃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在如今宝贝来说 我觉得这个芒果干 就是完全还原了 你原本想吃芒果的时候 想吃到的味道 因为有时候我们吃果干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这个跟我们原本水果是有差异的 是 我觉得没有那么好吃 但是这个芒果干 让我感觉它就是芒果 而且 它如果不是芒果广告法 应该也过不了吧 我跟它保证 这个绝对不是红薯 人家这个是玉焦芒 据说这一口袋里面 要两个芒果 就是这一口袋里面 是两个芒果 是 所以你是跟大家先说一下 这款芒果干 两品铺子的芒果 它采用到的是越南的七八成熟的一个芒果干 所以它那个芒果干的 平选的标准 和它的那个生产的标准是比较偏高的 因为它的口感要好 而且它是按刻种精选的芒果 它不是说 就是参差不及的大芒果 小芒果 没有熟的和熟了的都放在里面做芒果干 而且 你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芒果干 它的所有的切片都是选用到的比较偏中间的 就是它不会说把那种很旁边的或那种很小的那种切菜的芒果干全部放在里面做 没有什么半块的 对 或者是一个小饺子都没有 而且这款芒果干 跟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它是一个 吃起来就像马东老师说的 它不会那么的干 还是会吃到它那种湿哒哒 那种就是果汁的那种感觉 对软软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像牙口不好的 比如说小朋友 或者是老人家 其实芒果干也是可以完全放心去使用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美门 良品夫子是2006年的湖北的一个品牌 而且它是在湖北就开了第一家门店 而且良品夫子这么多年来 14年来 在全国各地已经开了上千家门店 它的品牌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强 比如说华中啊 华东啊 华南啊 西北啊 西南等地区 13个省都会看到良品夫子的一个门店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那这样的果干 其实在新下卖的话 价格是很贵的 很贵的 一般去线下良品夫子的店里面 一乘一乘就是一两百就走了 你就算两个芒果多少钱吗 你就放在里面吗 是其实还蛮贵 但是我们今天晚上 为了是我们的那个 就是马东老师和颜如金宝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开启我们的 就是月底年货节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先尝尝先 如果觉得什么 觉得好吃 你们过年的时候多同货 对 我们还是要理性消费快乐购物啊 这一款如果有芒果过敏的人 我们尽量不要去吃了 哦有这种人 对对对对 如果有芒果过敏的话 我们尽量不要去买它 好不好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还有很多好产品 你可以去挑选 天猫店铺价35块9毛钱 三代 一代108克 加起直播间到耳价 48块8毛钱 六代给大家 平均每一代只要 8块1毛3 是真的很划算 一般这样一代芒果干 如今宝贝经常买东西吃 都要十几块钱 对对吧 一般都是10块钱以上的一个价格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8块1毛3 而且拿到两品铺子的一个品质 数量舔二 321上链接 来咯 上链接咯 3号宝贝数量一定要舔二哦 来了来了来了 还有1500 1500份数量一定要舔二我们的芒果干 还有800 下架了来我们加货吧 就下架了是什么 就是刚刚那些货已经卖完了 我们俩要重新上一些新的货上去 就这一下 对 两品铺子 就这一下 两品铺子很棒 我跟你讲 你就看一个品牌的名字 他敢叫 他敢叫两品铺子 他就得把两品放在前头 对就要把产品做好 对对对 他们是他们是那种 他会比竞争对手要稍微的贵一点点 但是他因为用的东西好 就是他敢贵 就是因为他敢好 所以马刀老师平时在买东西的时候会看名字 我会 我跟你讲 我就直观就第一次跟我说这个名字 两品铺子 我听这四个字 没有一个字是不好的 就没有一个字是听着会跳 又下架了 那我们再加吧 刚刚加了多少 刚加了两万又下架了 来我们再加一点 我给大家加 好不好 我们再加两万 不是 两万单 两万单啊 就是我们一单是六包 明白 对 那就加吧 咱们不能加吧 加吧 对 马刀老师来了 加吧 加吧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有脆冬枣吗 点下一定会有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他们说 老师把辩论的技巧都带在了我们的那个直播带货上 后面还有 还有脆冬枣 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谢谢 好 那谢谢大家 我们两品铺子的芒果干 就先下一个啊 我们的产品点会分给我们其他同事去吃完 因为我们现在要进去就是光盘行动啊 大家也是一样 买多少吃多少 对 吃多少买多少 说错了 吃多少买多少 买多少吃多少 都可以 对对对对 就不要浪费 好不好 而且我们那个是有索先包装的 如果你吃不完的话 可以用索先包装锁住 它也可以第二天吃或者后面再吃 但是一定要记得食品 尽量开带了 尽快试玩 嗯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下面一个游戏 我们下面游戏 输老人的发红包吧 好不好 刚刚就是说图类情话 输的人那个人发红包 输的人发红包 没问题 所以老师的手机都在旁边对不对 在 把我手机扔出去 把手机开飞行模式 飞走 好了 那下面一个 我觉得我要跟你们玩一个游戏是 三个人嘛 今天玩正好 我们就玩 逛三圆的 两品铺子版本 什么叫逛三圆 就是 来把我们的礼盒先拿上来好不好 就是我们可以花 三十秒钟的时间 我们来看这个礼盒里面有什么 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要玩 就是礼盒里面有什么 你就要说 什么 然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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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重复 好 说重复的就要 八千了 好好 不能说重复的 不能说重复的 我绝不会跟你们重复的 放心吧 你先看一看 里面有什么东西 就还要摆在这吗 你可以 要不然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对呀 这么多 是 所以差不多了吗 三十秒钟时间 计时哦 我们就先记一记里面有什么 好 好 好 来 准备好了 先说这是 我们就这样转 好不好 要有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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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领盒里面有什么 炒米 就直接来了 就直接说 再一遍 三二一开始 领盒里面有什么 八蛋木 炒米 花生 罐头 说明书 蓝豆 勺子 铁块 带子 绳子 包装盒 黄桃 板栗 蓝花豆 开口粒 我刚说了板栗 它是一个 板栗 你发一下红包 你说完了 板栗就是开口粒吗 对呀 那是兰花豆 这是兰花豆 对 那是板栗 对的 但你的没有开口呀 人家不叫开口粒 这就是板栗 你们俩全做了 人家这叫干栗 开口笑干栗 你发一个红包 你发一个红包 是吧 原来马东老师是这样子的 愿赌服输 愿赌服输 对 就是尽可能扎干我们 哈哈哈 每一个人都是 芒果干 哈哈哈 吃钱干干 那里面的选拔还是挺多的 好了 我们准备发红包给大家了 好不好 那我就先发红包 要 第二让如今发红包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红包的话 大家赶紧 所有女生打开 李佳琪同名微博 我们的红包已经发出来了 我们会发万元红包给大家 然后最我们今天晚上的 一个就是良品铺子的一个 小小的福利给大家 好不好 那我们的红包口令 等一下嘉琪会告诉你们 输入对应红包口令 我们就可以开始抢红包了 我们的红包口令是 良品铺子超好吃 赶快去抢红包咯 良品铺子超好吃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你们 发了一万 因为你发两百算了 可以啊可以吗 我们等一下发 我来发 所以我想问马东老师 你是有购物的习惯吗 有 就是你如果过年的时候 买年货你是怎么样买 就是买你只喜欢吃 那一个要买很多 还是把所有东西都买个遍 我今天是良品铺子的专长 我不能给其他品牌做广告 你知道吗 但是我买的时候就 良品铺子买呗那怎么办 我们就不说品牌 我们就说你是会把 比如说你喜欢吃的品类 比如说你只喜欢吃板栗 就是买很多的板栗 还是说所有东西都买一遍 就先买一遍 先买一遍试 试完了以后好吃的 先吃完了 再去买 再去买 然后那些你没喜欢吃 不太喜欢吃的送别人 万一他喜欢吃呢 这个买东西的方法是很好的 你们可以学习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都不提倡大家 就疯狂捅扑 我就疯狂就是乱买 就是买到自己喜欢吃东西是最好的 那如今宝贝呢 你平时买东西只买鸡 没有没有 他没剩过东西 没剩过东西 我是什么东西都会买 多品类的买 因为我就不太挑 尤其是零食类的东西都不太挑 都不太挑 所以你一般什么时候吃零食吃的比较多 呃看剧的时候吃 看剧的时候 看奇葩说的时候 睡前的时候吃一下 然后起床的时候也会吃 单纯的说什么时候不吃 哈哈哈哈哈哈 说什么时候不吃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刚才我说睡前吃的时候 你是那种睡觉之前 还要放两个芒果干在那里 嘴巴里变好笑 醒了以后看完验了没有 对 好的 那今天我们这个礼盒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 因为真的是马东老师来了 这个礼盒才可以给到这么低的价格 我从来没有拿到两瓶不值的礼盒 这么低的价格过 是不是 真的 那我是不是应该有点回口 算了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应该有点回口 你真的 你跟基金两个人会把我直播 真的 有机帮忙带走呢 好吧 吓死每次跟他们直播 刚刚那个骑灵马组合 差点一口气没有过去 好 所有女生我们今天的这个礼盒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会有 第一个 我们的开口板栗 对 板栗我跟你说真的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吃板栗 板栗太好吃了 而且这种开口板栗就很好喝 每一个都这么大 是 还有一包是我们的八蛋木 这个都会比较偏贵一点的坚果 其实吃坚果的话对于我们身体的话也会有好处 健身也要吃 对 吃一点坚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还会有我们的一个奶香核桃 然后我们每一个包装都是有索仙带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然后里面还会有一包兰花豆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都味花生 还有我们的炒米 以及蟹黄味的瓜子仁 然后我们里面一共会有八代坚果 再加我们一罐的一个 我们一共会有七代坚果 八代坚果 七代坚果 再加一罐我们的一个黄桃罐头 就是一共有八个小零食在里面 而且啊 跟大家看一下 我们摆出来 其实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就很方便 如果来了客人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摆盘 就一个都可以吃一点点 就会比较的方便 你或者是你把它打开了之后 你就一个帮它倒出来一点点 这样吃的话 就所有东西都可以吃得到 我看这一箱下来 大概这样能摆四到六盘 四到六盘左右 对 这一箱下来可以真的摆四到六盘左右 那我们开始吃一吃吧 所以如果马东老师这里面只能选一个 你最喜欢吃的 或者你第一个想要吃什么 板栗 板栗 我刚才 我刚才就一直在吃板栗 我也是 我第一个也会选板栗 我们对于 铁粉 我喜欢 铁金宝贝呢 我喜欢八代木 你喜欢八代木为什么 八代木就是适合我们这种健身人群 因为它是优质脂肪 所以你健身也要吃脂肪 要吃个优质的脂肪 对 真的真的很适合 就是每天早上来一把 一桶还是一把 一把 一把 其实核桃非常好 核桃 这个核桃非常好 因为什么 这个核桃吃完了以后 你就像到我这个年纪 你开始长一些白头发 但是你长期吃核桃 你的白头会变黑 收 任何有功效之类的东西 我们不能去宣传 OK 就是你觉得 纯好吃 是不是 单纯的好吃 你猜 还有什么功效 没有 单纯的好吃 对吧 太厉害了 你说我做直播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平时想说一些什么话的时候 我同事就是刚刚那样的反应队伍 然后你立马要 你这样 我刚才感觉 你眼神一晃 我这边刀光一闪 一股寒气脖子后面发凉了 懂懂 正 单纯的好吃就行了 因为我们吃任何东西 我们都不宣伤它的一个功效 因为每个产品对每个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 起的效果 好不好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一下 笑一笑 今天马通老师也是特别开心 那我们今天这个礼盒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们买回家自己吃 包括去走亲网友的时候 都可以带着它 然后这款产品是 足足有三斤重的一个重量 因为它里面会有到 1518克的重量 天包店部下是109亿盒 加起直播间 48块钱可以拿到它 非常长年 相当于一个东西平均下来 只要6块钱 一包八胆木那么大一包 6块钱真的很划算了吧 也如今宝贝 一般人是要买八胆木 一包就二三十块钱 我觉得会又会抢风呢 真的 这个一定会抢风 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10万箱 你们先用这个 良品谢礼礼盒 去尝试一下 我们良品负责的产品 如果有什么喜欢吃的 我们后续帮大家单独上 这个你可以多囤一点货 好吗 来所有女生 数量甜一 领10元优惠券 再拍力减51块钱 到手价48块钱一箱 保质期180天 我们绝对是新生日期 3 2 1 上链接来咯 我们来咯来咯 我们的礼盒来了 我们的礼盒 所有的货七天内把它发完 没了 好像是 没了 第一波货没有了 我们来加一点 好 我们的货没有了 我们来马上加一点 我们再加3万箱吧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加息 几多观众们的直播间 要松子 没问题 我们后续帮大家再加 我们的礼食产品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大家一定要点击 往下滑 领取10元的优惠券 这样就卖得比较快一点 加好了 马老师 这个有限货吗 我说每人只能 每人只能够6个 哇 8000个 然后这边看一下 2000个 就是我们就看这个 看到看到看到 有多少 又没有了 又没了 来我们再加一点 我们再加一点货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一定要记得领10元的优惠券 而且这个核桃的话呢 也不会那么的硬 就是用 两个一起 就是一捏 对 然后它就会开 单手捏它也会开的 这个很好播的 大家可以放心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不好玩抢不到 抢得到 我们等一下帮大家加点货 加好了哦 所有女生 我们加了2万箱 良品铺子的大礼包 还有1万3 谢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加息 请多多关注 还有我们的9000份 大家自己去拍 7天内 我们把所有的货 都发给大家 好了 如今有的吃赶紧吃 抢的太厉害 又没了 没有没有 等一下那个都可以打包带走 是吗 我们就直播间的 精进来了之后的 风俗习惯 对对对 我们贼不走空吗 所以就是企业文化 就是企业文化 我跟你讲 没有把你们手机拿走 对于很客气的 难怪 对对对 这样的状态 好 那我们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第三轮的小互动 好吧 因为今天请到 两位很厉害的变手 老师来到直播间 所以你们两个就是 会把所有东西都 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形容它 然后你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特色 比如说我有 OH MY GOD 那马老师 我就给你一个关键词吧 OH YOU GOD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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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觉得跟马老师搭配有点累 我觉得你们工作真的特别辛苦 跟晶晶答答一样 对 就真的整个精神要特别集中 本来直播就已经要很紧张了 每人要一个自己的slogan 一个slogan 你觉得你的slogan是什么 让我想一想 我一定要精神还熟一下 如今宝贝就十神 可以 最近的slogan 最近的slogan 那你等下要用十神开始 一句话就叫我们的崔冬枣 OK 然后我就等下用oh my god 来开始介绍我的崔冬枣 那我就真奇葩 好 真奇葩介绍野山小核桃仁 好不好 来 我们的下面一个产品 就是我们的崔冬枣了 还有小核桃仁 我给你们说崔冬枣跟小核桃仁买它 买它真的好吃 这个是马老师刚刚说超好吃 真值的买的东西 好 那如今宝贝先来 如果你用十神开始来形容它的话 你该怎么形容 最近十神被上了紧箍咒 因为我戴上了牙套 对 一般的枣都已经磕不了了 但是吹动枣完全没有问题 不用这样的 不用勉强的 真的 我怕牙套直接崩掉 不会 不会 看到了我 哦 哇哇 戴牙套的PK一下 我的质量不好 哈哈哈 哎 原来这个核桃 你的牙质量不好 还是牙质量不好 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测试牙套好不好 对对对 但是这个测试牙套没用的 它这很脆 是 我跟你们说这个崔冬枣 真的特别特别好吃 因为它那个 你知道它的崔冬枣 还是自己有带那种 很香甜的枣甜味 在里面 明星产品 明星产品 这个真的是很明星的产品 所有女生 就很多人说佳琪我吃枣子 可能吃咽了这几年 因为天天冬天都会吃枣子 是那种 比如说就新鲜那种枣子 对 那种枣子可能吃起来就没有那么的 就新鲜感 然后这一款它是用到的冬枣 冬枣是天然的一个香甜味 而且冬枣是自带糖分的一个枣子 对 如果你是有一些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高血 请你不要说功能性的东西 我们不要不要 哈哈哈 如果你是有一些高血糖的话 尽量就是遵行医嘱去购买 因为它这个是比较偏甜口的啊 但是它不是说额外的添加了一些糖在里面 它本身就是枣子 就已经有这么的甜 而且它是一个机器去核 所以你咬下去 你放心 里面是核 基本上去核率达到了99% 所以你可以放心里面是没有核的 就是你可以放心的去咬它 好不好 然后我们这款的枣子 能看到就空的这个 对对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我们枣子的保质期是360天 然后大家可以放心买起来 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样一箱 它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单独包装 一包一包的 你可以比如说出门的时候 旅游的时候啊 都可以携到包包里面 这个枣子 天包店铺价 52块9毛钱一箱 我们今天就只做了一箱的offer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你先买回去一箱 吃吃看 好吃到时候再来买 佳琪直播间 39块9毛钱一箱 一共有12袋 平均一袋 3块多钱 一袋量有89颗左右的一个枣子在里面 我们这一箱的克重是400克 好不好 大家可以放心啊 来数量铁一 直接拍 39块9毛钱一箱 3 2 1 上链接 来咯 上链接 来咯 哦 啊 这个这个是不是油炸的 这个 哦 它还一点点的油 但是不是那种就是高温油炸出来的 不像我们做那个什么 老师你没有吃过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技术 它叫 它叫 它叫油浴低温处理技术 嗯 就是一种很高级的一种技术 嗯 有一点点油 但跟油炸的没有关系 是的 跟大家就是没有什么关系给你们看一下 近距离看一下我们的枣子啊 七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每一颗都很大 而且颜色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不好大家可以自己去买买我们的枣子 谢谢大家 没有了 已经加好了 来我们的崔冬枣加货咯 所有女生数量甜一哈 七天把所有的货都发给大家 我们的崔冬枣还有5000箱 谢谢大家的支持 直接拍39块9毛钱一箱到手 所以它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好不好 然后我们的那个礼盒也帮大家加好货了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拍 崔冬枣还有最后的1000多份 就没有了啊 谢谢大家 我们下面一个 我很期待马老师介绍我们的 就是小核桃人 我跟你们说小核桃人这样吃大户人家 就是就是这样吧 真的小核桃人 如今宝贝好吃到不行 尤其贵到死掉 对因为他小核桃人他之前是要自己包的 对 你这种包好的真的就是贵到死掉 而且而且这么一碗一碗 我跟你讲你就在李佳琦直播间能吃 回米味以后咱们还是 一包一包一包吃 节约着吃吧 好 所以马东老师如果让你来介绍这个一句话来介绍他的话 你该怎么介绍他 这个小核桃 这个 这个野山小核桃人 真奇葩呀 真奇葩呀 好 好 哈哈哈 你知道我刚刚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在看奇葩说 你中族的广告那个环节 对 我们一般都是就是特别顺的就是 诶 怎么这边还有野山小核桃人呢 就是 就是 就直接的打广告 你们的广告绝对不拐完没讲 我们没时间 哈哈哈 广告时间就规定好了十秒钟十五秒钟 没有多的时间去介绍 那加起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野山小核桃好不好 我跟大家说一下真的我今年哦 就吃坚果我非常非常非常爱就是小核桃人 我把这个放你们两个这边 好 你们方便吃一点 所有女生这个小核桃人 我跟大家说一下心里话真的好吃 因为首先第一个核桃就很难包 不论大核桃还是小核桃 就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扎出血感觉 然后就是手会容易痛 但是这个对于那种已经做了美甲的女生来说 就这种包了壳的小核桃非常棒 一打开直接就可以开始吃 而且不用把手沾的很脏也不会把你的那个美甲做破坏 而且小核桃人他是上班族可以做日常的一个营养补给品去使用的 因为核桃本来就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而且这种坚果你买一罐的很容易受潮 对对对对对 万一没有关好就是特别容易受潮 就皮掉了 受潮了走油了就会一股油耗味 就很不好吃 这样子我们是做的这样的一个像 就是那种你知道小坚果一样的独立包装 就是每日膳食坚果一样的独立包装 这种独立包装是随开随吃 而且每一袋都是很新鲜的感觉 就不会有走油的情况 也不会有那种你知道就是就是不好吃的感觉 而且我跟你们说 买坚果一定要买什么 买当季的 这今年的新果 看日期的 对 因为你知道我在选坚果的时候 就是很多的品牌 他们都会给一些很便宜的坚果过来 然后加琪我们这个坚果可以做到这个价格 你要不要买 我刚刚看的时候 我说我要给我的消费者卖 但是我一吃就知道那是去年的过程 去年的 对就是已经走油了 和那个已经不新鲜了 然后我们这款产品是高温水骨去色 水域去色 所以它不添加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然后它只用少许的白砂糖 跟食用盐去调味 它保留了我们原果的脆 但是会有一点点的 有点像海盐的味道 对 对不对 有点像海盐的味道 一点点点咸口 不会吃起来那么那么那么的原味的感觉 对 但它不腻 因为说去心里的话 就坚果吃多了还是会有点腻 所以我们用这样一点点的少许的调味 去让它的味道变得比较的好吃 而且不腻 保质期120天 天猫店铺价 139块钱一箱 因为真的小核桃人很贵 加琪直播间 八十九一箱 五百克一斤 再送大家 不不不不 就是我们是三十代装 没有送的啊不好意思 三十代装给大家 八十九块钱一箱 五百克 三十代装给大家 好不好 来准备咯 零五十元优惠券 赶快抢 因为这个只有三万五千份 这是新果子 很少的货 后面会慢慢慢慢再产 三二一 上链接 来咯 我们的小核桃人来了 马上链接 在六号宝贝 也是七天内 把所有的货都发给大家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现在知道佳琪 这为什么这么货 他这些东西真的价格 是真的 是真的很划算 没有这次主要是你来了 良品铺子才给出这么大的货 你真的我很可怜 良品铺子老板 是吗 那我是不是多来几次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很欢迎你多来几次 来我们下架来加货咯 良品铺子的小核桃人 加货了还有六千箱 四千箱 这个真的就是大家疯狂在抢 还有两千箱 这个是真的一定要抢 因为真的好划算 虽然八九块钱一箱 但你会觉得买回家 绝对是赚的 你这是吃到春节呀 是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吗 比如说家里面来客人了 你买那种一罐一罐的小核桃人 他一直吃一吃一吃 你也不好意思把那个盖子盖起来 你就说 哎你好你好你好 欢迎来我们家做客 给一包 这个立马拿走 或者这个都只要不要出现就好了 佳琪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公司做行政 可以 对我最准立马去敏味报道做行政 我让我行政的人来到佳琪这边学习一下 我还要论抠哪 真的佳琪真的是 我们甘拜下风 吃亏不如 是真的因为你知道本来自己都舍不得 他过热的好细 你自己舍不得吃 然后对啊 你就给一包一撕一撕 他也不会一直吃下去 如果他找你要第二包 你说啊 刚刚好那最后一包都给你吃了 他应该办法 如果是你 你还好意思再说第三句话吗 不好意思 我说不对啊 上次你在李佳琪直播间买两箱的 哈哈哈 有60包呢 谢谢大家的支持 开玩笑 我觉得快乐还是要分享给大家的啊 我们的小客套人还有最后的一千箱 谢谢大家的支持 直接领50元的优惠券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晚上良品铺子的所有的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大家在12点钟之前都可以进行去领券啊下单 那最后马老师再送大家一个万元红包 给大家就是就是送送福利 好不好 然后住一下购物基金啊 然后大家赶紧打开里加起同名微博 然后我们会输入一个接下来的口令 那这个口令由马老师来说吧 这个口令叫做 这个口令是 快来抢良品铺子 是的 快来抢良品铺子 快来抢良品铺子 是的 就是免费 相当于就是免费 谢谢良品铺子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你们 那最后我们直播还没走 对还没下班 我以为就要 你们公司的人下班真的很快 你知道那些所有女士的粉丝节 我今天不走了 来吧 原来是老板带了好头下班飞快 所以你应该在公司到点下班 没有我们公司从来没有到点下班这个事 我们上班不打卡下班不让走 要被抓起来 对对 好啦 那我们所有的嘉宾来到直播间 最后离开的时候要送上 一句话给所有女生 然后我觉得马老师今天在 对吧 12月25号来 然后也是马上就要跨新年了 我觉得送上一些祝福 或者是一些心里话给所有女生 哇 我希望你们今天拿到良品铺子 所有的这些小零食啊 就看着奇葩说第七季的时候 慢慢吃 如果良品铺子的东西吃完了 去他们的去李佳琪直播间 呼吁 让他们接着再送一次 你就这样想 再把你请来一次 对对对对 你刚打了三个广告 一个是给良品铺子打广告 一个是给奇葩说打广告 一个是给自己打广告 还有给我打广告 打了四个广告 五金宝贝呢 就这样吧 哈哈哈 谢谢马东老师 谢谢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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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就在这里 因为今天跟良品不止一起 带着这些小零食 是过节的时候可以吃的嘛 是 对这样在这里 预祝大家春节快乐 哇 春节快乐 新年快乐 我怎么忘了 我重新说一遍 预祝大家春节快乐 哈哈哈 谢谢马老师 谢谢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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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下班了 哈哈哈 哇 是不是超好玩 像现场看了一次奇葩说的样子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如今 多多支持马东老师以及马东老师的节目奇葩说七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是